不同深淺的红蓝色块与线条 融合东西方抽象画的基底 一笔一画堆叠出的刷痕与肌理 让作品更显张力 曾旅居纽约伦敦十多年的艺术家吴日晴 将东西方美学经验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到全抽象的作品的话 我就是主要是画线条跟颜色 还有内心的那一秒钟的感受 甚至是下意识的那种真情流露 画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思考到说 我的每一个笔触的快慢 还有那个轨迹 就是我这个灵魂 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秒钟 所产生的一个轨迹 那当然背景的部分 可能是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场景 然后加上可能是城市 可能是船 可能是各种可能的 的一个感受 九岁开始学书法 吴日晴将书法中 行书草书写意的部分 转化为西方抽象化的语会 传达当下的灵感与情绪 更将具有东方气息与色彩的画作 呈现在立体的瓷器上 行诉出不同的美感 所以东方就是写意的表达方式 就是因为书法的笔触 那进到那个西方后现代 会把一些美的原则把它解构 像modern art到postmodernism 的一个跳跃就是把一个线条 或者一个具 一个整体的照片 把它做一个解构 就把它切开 所以我是把书法解构了 就一个字 譬如说一个忍的字 可是我可能只用忍的一个勾 就是我只是把它局部化 所以可能有时候会传递说 为什么看不到书法 看不到宣词 看不到书法一定要表达的那个字 可是我的重点在表达 那个字的情感 艺术家吴日晴之后也将挑选出 具有代表性的油画与瓷器作品 在台中艺博会展出 让更多人欣赏它 游走在抽象与具象间 展现东西方情感融合的艺术创作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 这个新闻的感产品是两